Ow watch your movie 哈囉大家好我是羽毛 大家期待的哈摩德終於上正式服啦 哈摩德即將在下禮拜三 七月二十五號 應該是在凌晨啦 凌晨上限 終於等了快四個禮拜 相當於快一個月才要上正式服 這也是鬥陣以來最慢上正式服的英雄 總共花了整整二十六天 最快的是安娜 只花七天 至於為什麼花那麼久呢 除了有除錯以及測試外 現在只有哈摩德加速被nerf一點而已啦 其他都沒有改動的消息出來 那為什麼要花那麼久呢 有可能是要調整時間 去年的一週年活動後 發布了月球新地圖 然後才是新英雄 而在今年的新地圖 里亞爾托以及佩多拉 都是在週年前出來的 所以官方有可能提早釋出了 哈摩德去彌補這個孔雀的時間 去年的這時候釋出的英雄是拳王 但是時間點比哈摩德晚一個禮拜 我自己猜是要導正回 跟之前大概一樣的時間啦 所以哈摩德才比較早出一點 晚上正式服 不過你們也知道啊 我猜的永遠不會中啊 那為什麼要講到調整時間呢 因為這個啦 有看到背景嗎 這裡 哈摩你好啊 對啦就是夏季運動會啦 去年的夏季運動會呢 是在八月的第二個禮拜 拳王上正式服的下個禮拜 可是今年就不一樣啦 如果是八月的第二個禮拜的話 那就跟哈摩德上後的下個禮拜不一樣了 大家覺得呢 哈摩德出現後的下一個活動 夏季運動會會是在什麼時候呢 是在八月一號還是八月八號呢 我自己是覺得在八月八號啦 八月八號 八八 掰掰 掰掰有人會講啵啵 講啵啵都在裝萌 最近最萌的東西是血小板 血小板跟露西歐都是三個字 合理 所以八月八號應該就是夏季運動會了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我自己是希望夏季運動會會有新東西啦 哈摩德都出來了 是不是 暴雪 是不是 該來個新模式啊 有玩家說這次夏季運動會呢 會是在垃圾陣喔 在垃圾陣打機器人什麼的 我是OK啦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等一下喜歡並且分享給高中朋友 想去收看的可以點贊助 請記得訂閱 怕是我的主播朋友 點贊鈴鐺 我是羽毛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恩 掰掰 請慢用 請慢用 omi